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如果今天疫情結束的話 大家是不是非常想要出去走走跟透透氣呢 其實呢因為現在大家都關在國內 所以在國旅的部分開發出很多 就是蠻新鮮的深度旅遊體驗路線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去體驗 但是我們也可以先來看看 在後疫情的旅遊裡面有哪一些超前部署 過去呢動輒三四十人的那種靜香團 現在都要走的是精緻路線 人越少越好 然後大家講求我要親近大自然 吃得好煮得好 最好還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體驗行程 而且我多花一點錢也無所謂 也因此呢休閒地產的商機變得潛力無窮 像最近最熱門的龜山島牛奶海 過去大家都是搭乘到龜山島上晃晃 了不起一個小時就結束 在島上也頂多就是看看風景而已 到後來新開發出龜山島周邊這片 戰欄中帶有乳白 既漂亮又帶有一點神秘感的牛奶海 業者將這整趟旅程規劃為半日行程 不僅可以玩SUP立獎 水上浮標 船上還提供法式自助清典 吃喝玩樂全包含 甚至還延伸出像是海洋派對活動 或與當地旅館配合規劃成兩天一夜的行程 費用從五千到一萬上下不等 為當地除了衝浪外帶來很大的海洋旅遊商機 或是像大家最近因為疫情想要往人煙稀小的地方去 也因此興起一股爬百月風潮 但其實爬百月並沒有想像中簡單 除了要申請登山鎮及山屋 最好還要有向導帶入 如果沒什麼經驗的話 還要找卑躬協助登山者背負裝備 協作負責在山上煮東西搭帳篷 因此這時候有的人可能就會選擇商業的登山團 也就是基礎的登山裝備自己帶 其他的都有裝人會幫你處理好 這樣的商業團從幾千到上萬的價格都有 端看想要怎麼樣的服務品質 但由於想登山的需求太大 而發震的人數有限 也因此現在這些商業團基本上都是爆滿的狀態 Glamping更是現代人的懶人經濟指標 一個背包即可入住 營地的環境沒有最美只有更美 像是童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小木屋 移動豪宅般的露營車 還有透明的星空降棚 各種住宿形式都讓旅客流連忘返 不斷回流體驗 而且通常夯的露營地 除了有大自然的絕佳美景外 重點是活動內容多元且服務又好 可滿足像是親子、文青、樂靈及單身愛好者的客群 現在Glamping露營地雖然越來越多 但品質不一 很多人僅認為這是滿很好賺的生意 就隨便買幾頂帳篷或者是幾台露營車 找個露營地擺放 就自稱是Glamping 期待未來有更規模化及系統化的品牌經營 讓消費者可以有更好的收入體驗 今天看完這集的朋友 是不是都超心動的 想要等疫情結束之後趕快去體驗一下 那對休閒地產投資有興趣的朋友 也是不是該趕快抓住這波趨勢 超前部署一下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要趕快加入我們的紅色脂肪粉絲團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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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